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请坐 在这一段高子遗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但字幕观无信 就是我们自己要来反省 来检点我们自己的本性 也就是说 我们自信的亲近心 是不是有受到污染 那我们自信亲近心 本来是亲近无物了 不可自身残扰 所以在这里 残扰是自身的 不是被人家诸于你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无信本来光明照朗 不可置为迷媚 也就是我们要 能够让真心本性 保持这个亲近心 不可被这个迷媚 就是被妄想分别 执着来障碍 所以在这里 六祖告诉我们 要在念念之中 自见本性亲近 就是我们在念念 就是在无时无刻的起心动念 都要能够见到我们本性的亲近心 那这样子来自修自行 自己来 依此来修行 那自然能够成就活到 那么在这里 用这个智 自见本性 自修自行 自成活到 这个智 自己的智 很重要 这就是说 说明了佛华教学的特色 我们佛华 绝不依赖任何人 也就是说 因为任何人都帮不上忙 这个是这件事情 你要想成活 要靠你自己悟 自己来开悟 自己来修 自己来行 就是 就是依照这个教法 依照佛菩萨的教法 来修 然后自己来行 就是依教来奉行 那么自己去证 自己来证得这个佛道 所以佛道要自己去证 佛菩萨也没办法给你 能够给那就简单了 佛菩萨慈悲 我让众生全部都成活 那一句话 众生就成活 不用我们在这里 修学这么辛苦 所以说 这个佛道是要自 自己要来 这里讲的 自物自修 自行自证 冷言 经上有一个十番显见 里面 就是说明 见性 我们所谓 我们的真心本性 我们见到真心本性 就是见性 见性是见到我们的真心本性 怎么样才能够见性 也就是能够来看破放下 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 这样你才能够见性 就是像眼根的见性 你眼根见到的东西 眼 它见性是不动 眼根它看到的东西 眼根本身不动 动的就是 它会把看到的东西传到大脑 由大脑去判断 所以眼根 它的见性是不动 然后它眼根的见性 也是不昧 见性也不失 不会失掉 然后还有 无凡 不杂 无碍 不分 超情 离见 这些都是我们 见性 它的十番显见 见性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 它不动 不昧 不失 无反 不杂 无碍 不分 超情 离见 这些就是 十番显见 这就是我们 自心 本性 这是我们要自己要去 证得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 烂连的大定 就是我们讲的性定 性定就是自性本定 所以说 此门 作禅 缘不着心 亦不着静 也就是作禅的时候 不可以用分悲心 不可以用忘心 用不着作义的去 观清静的境界 用不着 也就是说 不可以着这个 清静的相 也就是当你念佛 念到很清静 心清静 那你如果想说 哦 我现在已经很清静了 那你就着相了 这表示你心还不清静 所以 不可以去着清静的相 意不是不动 也就不是说你一点都不动 不动 光是不动也不对 那若言着心呢 你着了心 你的心 你去想说 你的心很清静 那我们讲 心 缘是忘 这里讲的心 当然是指我们的 是心 是心 我们 八事 我们有五十一心所 这些 忘心 所以我们讲 心缘是忘 我们的四心 原来就是忘 忘念分飞 那我们就知道 知心如患 故无所卓也 所以说 我们的心就像 如梦幻泡影 就是如路易如电 所以它是无所卓也 这个心不定 所以我们晓得八事五十一心所 是如梦幻泡影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执着它 不会去执着这个忘心 而起的这些忘念 若远着静 你说 你着这个静的这个心 我们的自性 其实它本来就是亲近的 所以说 人性本近 六族说 菩提自信 本来亲近 所以说 本来是亲近的 那由忘念固盖父真如 也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就是被这些忘念来盖父 盖父住了 就像乌云盖父我们的阳光一样 被盖父住 所以由于这个忘念的缘故来盖父了 我们真如本性 所以说那个忘念 是忘不是真的 所以说这些 这些乌云 它也是忘念 它也是 它不是真实的 它一经过风一吹就散了 就没了 所以 它这个忘念 虽然不是真实的 但是 它显出 一个不清净的像 也就是说 我们乌云让大地昏暗 那这个像就是不清净 因为不明朗 大地不明朗 所以说不清净的像 它是妄像 而不是真相 所以我们所有像 都是虚妄的 都不是真实的 我们的心 不要被这些像 来扰乱 来障碍 所以这里讲的 由忘念故盖父真如 就是 让我们心中显出不清净的像 那这些不清净的像 都是妄像 不是真像 你的心不清净 那自然你心就乱了 心就受到这些妄想分别来扰乱 那这时候 你生出来的这些 这个像是妄像 而不是真相 那但无妄想 性质清净 所以说 只要你去除了妄想 你没有了妄想了 那么你就能够恢复到你的 真心本性的清净 那如果说你 起心动念着净 却生净妄 你如果想说 我的心已经很清净了 其实这时候 你的心 还有这个清净的妄念 你还不清净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起心着净 却生净妄 所以这个净 也是一种妄心 因为你着净 在这里 所以告诉我们说 妄无处所 我们讲这个妄 妄心妄念 它是没有处所 随时随地 都会起妄 你在梦中 睡觉之中 你会做梦 这个梦也是妄境 所以说 这个妄 妄心 是没有固定的处所 那着者是妄 也就是说 你起心动念 就是妄 那我们讲这个 静无形象 我们讲这个静 自本来无一物 清净 就是我们自心本性的 他的本性 就是清净 他也是没有形象 静无形象 确立 静相 你确实跟他说 我很清净 这就是你把他 立一个静相 那说 严是功夫 就说这是我功夫 功夫很好 我能够看到自己 清净的相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静相本身 也是虚妄的 所以说 做此见者 就是你有这种 见地 那你这样就是 仗智本性 你却是把你的本性 障碍住 所以你是被这个 静扶 被这个静手辅住 被他绑手绑脚 所以在这里 若修不动者 但见一切人时 就是我们讲的 不动 不动不摇 你修这个不动的话 你见一切人 就是跟人在一起 你跟大众在一起 你见到一切人的时候 那你不见人的 是非善恶过犯 即使自信不动 也就是说 你在修这个不动 就是你不去 不去来灼这个众人的 是非善恶过臭 这些患害 你都不去灼相 就是不是说众人 没有这些是非 没有善恶 然后你不去灼相 不去把它记在心上 即使自信不动 就像六族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当然世间人 这个有过错 无量无边 但是你不去把它 记在心上 就是不见世间过 这就是自信不动 因为这样你能够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不取于相 就是不受外境的影响 这就叫做自信不动 在这里六族又告诉我们说 迷人身虽不动 虽然说 他说他身不动 在修禅定 但是他一出了定 他开口便说 他人的是非长短 好恶 这样他就与道 违背 你那道人之 是非长短 那就是 你就不能见道了 你就跟道来违背 所以活所说的 作禅 是要你心不动 那你的身动不动 无关紧要 身做不做也不要紧 所以说心不动就是作禅 所以这里说 若着心着静 却障道也 就是你要做到心不动 但是你又去着你的心 说你的心不动 你的心很清静 就是你自己在着你自己的心 着你自己的静 这样他也是一样 会障碍你的修道 就是对你的修行 就是有很大的障碍 我们这一章就把禅定 跟各位介绍 这是六祖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真正禅定 在过来呢 我们能够修到心不乱了 接着六祖道师要告诉我们 就是忏悔品 这个忏悔是我们修行道上 首先要能够先来忏悔 那在这里 这一章呢 说是传乡以及忏悔 当然这是简单的说 之后我们还有忏悔之后 还要花怨 花怨之后 再来要来修行 就是我们要三归一 来修行 这是我们修行的程序 所以最后才能够真正能够成佛做主 所以在这里 六祖告诉我们传乡 这个乡的意思 我们都每天都在烧乡 那这个乡呢 它代表的意思啊 是指这个法生的因果 这也就是六祖 它传授我们要见信 你要修阴治国的方法 就是你怎么样来修阴治国 这里 首先告诉我们的 这个传乡 它就是我们的贼门 所谓信贼行政 在这里就是它要传乡 那这个乡 就是我们之 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 就是五分法生乡 那传乡之后 它下一段是讲忏悔 忏悔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 断烦恼 除掉修行一切的障碍 就是忏悔 再来就是立愿 立愿就是说 你要发心要 你的志向是什么 就是我们如世间法所说的 你要立志 那这个立这个愿呢 它会来引导你今后的修行方向 所以说愿是领导修行的 因此它是行门的前导 导引你修行 使你的修行有方向 有目标啊 那你就功不堂倦 你所做的努力啊 就不会白费啊 再来立愿以后 就告诉我们开始修行 要修这个三规净戒 这是我们修行的开始啊 这也是我们定会的基础啊 正式修行 这是我们正行的最初开始 就是三规净戒 再来三规净戒 就讲到自性一体 三身佛 这就是讲到守正之果 也就是法言里面 所讲到守不施逸解脱境戒 就是你正得这个果啊 这就是自性一体 三身佛 所以这一段啊 就是六祖告诉我们 来怎么样来修行 成佛 这个 这个事情啊 这时候啊 十大师见广哨 破四方四世 便己三中听话 这个时啊 这时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时就是 这个机缘成熟 这个机缘成熟就是六子大师 他在潮西宝林寺啊 就这个山里面 有很多来自广州 少州啊 各地的四方四树啊 就等于四方的这些啊 来学习佛华啊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啊 这是读书人啊 这四方的四树 四就是读书人 树就是平民百姓啊 都来到这个山中来听话 于是升座告众约啊 就是这时候六祖就升座 来开示 开示 开示大家怎么样成佛 作主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 来来来 各位啊 善知识啊 此事需从自性中起啊 你要想修行成佛 就是我们要先从自性来修啊 此事就是修行成佛这一桩事情 或者我们讲修行正果的这一桩事情 所以说 你想要修行正果 你要修行成佛 那你当然最重要就是要修行啊 那怎么样来修行 怎么样才能得到 那你一定要从自性中起啊 先要看我们的自性 也就是要在于一切时 一切时要念念自尽其心 也就是我们念就是所谓的正念 它不是杂念 杂念是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正念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既有的这个真心 真如本性啊 那在这里也就是说 念念就是所谓的本性 像任联经所说的 他不失啊 本性本来就是不生不昧 不动不咬 从来也没有失掉 那自性是不动的 自性是亲近的 他从来也没有失掉 看来好像失掉 他只是被障碍住了 所以自性它是尽虚空骗法罪的 所以说自性它是心包太虚啊 量舟沙罪 它是无远伏罪啊 它就是它是没有编判啊 没有障碍啊 所以我们它是尽虚空骗法罪 那自性它起作用就是正念 那自性起作用 那自性起重要起这个作用 还要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那就是自静其心啊 绝不为外面境界所污染啊 所以我们于一切使要念念自尽其心啊 不受外境污染啊 也就是要对于一切 外境啊 要如如不动啊 这是六祖他 就是要开示以前 告诉大家的这个一段话 要我们于一切使要念念自尽其心 自修自行 见自己法身 见自心佛 自度自戒 使得不假 这就是它一个开头的开示 那到这里呢 既从远来啊 一会于此 皆共有缘啊 就是既然大家从各远地方而来这里 在这里来 来参加这个法会 参加这个开示法会 大家都是有缘啊 有缘才会在一起啊 那在这里既然大家要来听这个开示 大家想要修成和活到 那么今可各个福贵 就是因为这是很严肃的课题啊 所以他请大家福贵 福贵就是印度那边的 他们的贵地就是一单脚贵 就是说单脚贵 这样子他们要起身 要跪下都很方便啊 不像你双脚贵的话 你要起身就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福贵就是单脚贵 这是现今在印度 斯里兰卡 还是很盛行的 跪拜方式 在这里 他先为传 自信五分 法身香 就是说他要传香啦 赤受无相忏悔 再来传受忏悔之法 所以请众福贵 请大家跪下来 所以在这里 斯曰啊 依这香啊 它是五分法身香 先从这香开始讲 它五分法身都叫香 我们各位都知道 我们的法身啊 我们的法身 我们都知道 众生都聚 如来智慧得相 这就是我们的法身啊 我们的法身 是一个保守啊 我们这个法身是 我们讲 法身 自信 就如六族所说的 就是 这法身 我们 它是具足一切啊 它能生万华 法身本质清净 它不动也不摇 不生也不灭啊 那 所有啊 我们的自信 就都具足了 这五分法身香 就是我们自信本性 都具足啊 这五分法身香 那 活在世的时候 他教学生们要以 智慧之火 来烧这个 如是无价宝香啊 就是我们自信 这个 有这么多啊 这么五分这个 法身的这个宝贝啊 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智慧来燃烧它 让它 花光 花亮啊 所以 燃香啊 是这个意思啊 这里呢 就是 如是 无价宝香 这就是 我们六祖要传给我们这个 五分法身香啊 也就是说 这五种功德法 我们是要用智慧 来修这五种功德法 也就是用燃香来供养 十方诸佛 佛法里面讲的 修福报啊 是教你以智慧之佛 修五种功德之香啊 那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所谓这香 是什么意思啊 极致心中啊 就是 无非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啊 无贼害 就名贼香啊 就是我们讲的 修贼啊 修贼 当然就是 心中要 不要有存在 任何 是非善恶 没有任何的 嫉妒 贪嗔 之心 没有贼害 贼就是盗取 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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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 害是害人的性命啊 这就是 罪香啊 就是跟我们 食善里面的 这个罪条 是一样的 所以修行 所以修行 要由贼来 起修啊 它的目的 就是要 入定 你要 你要 从贼来 入定 所谓的 因贼得定 由贼来 起修 就能够 入定 入定 就是你心 不乱 我们讲 不要 不会有乱心啊 所以 定 定的目的啊 就是要 开智慧 所以说 入定 则 你智慧开了 那你有智慧 才得到解脱啊 所以说 智慧解脱 是根本智啊 然后最后 啊 解脱之见 就是 厚得智啊 这就是六祖大师 开示 我们要真正 修行的次第啊 也就是这 五分法身相啊 就是 这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 还有解脱之见相 还有解脱之见相 就是这五种 智慧之相啊 那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相啊 实际上 就是要我们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就是断恶修善的意思啊 那我们讲 无灰 无灰 则是事啊 无灰 就是事啊 是灰是灰 他无灰 就是事 互互得正啊 所以 无灰 则是事 无恶 则是善啊 所以说 所以说 罪相 就是 无灰 纯善之心啊 就是 我们的 罪相 所以六主 告诉我们说 至心中 无灰 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 无贼害 名为 罪相啊 那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无灰跟纯善啊 那我们一定要从断这个贪嗔痴开始 那 无嫉妒就是 无贪啊 无贪嗔啊 就是着重在称慧上 就是不贪也不称啊 无贪嗔 这个贪在戒律里面是偷盗的意思啊 就是你不盗 不去偷盗 解夺别人的财物啊 不害 害就是不杀生啊 这些就是我们佛法的根本戒律啊 就是讲我们所说的五戒啊 这个根本戒啊 一共有四条就是 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隐不妄于 然后这是四戒四条 五戒里面又加了一个遮戒 就是不饮酒 也就是让我们的心地得到真正的清净 能够断恶修善 这就是贼香啊 那由贼 你修了贼 你就会入定 就是说你 你有了这个贼 贼心啊 你心就不会乱了 就能够入定了 所以再来就是定香 什么是定香 就是堵诸善恶静相 至心不乱明定香啊 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外境啊 各种啊 无量无边的啊 这个诸善恶 诸静相 你都不动于心啊 至心都不乱 这叫做定香 你如如不动啊 不受外境影响 所以你要想心常住在这个清净不乱的境界 就像起信论里面所说的 我们 了知一切法性是清净不动 我们才会真正懂得修学禅定波罗蜜 就是禅定波罗蜜 就是禅定波罗蜜 就是让你的心在净罪里面如如不动 不为净罪手转 这就是定香啊 也就是在禅罪里面如如不动 不为净罪手转 同时要 又要在禅罪里面你是寥寥分明啊 底下就讲了慧香啊 也就是你能自心无碍啊 常以智慧来观照自信啊 就是你要你观自在啊 观你自信啊 就是你能够对外面境界寥寥分明啊 所以心经里面说 观自在菩萨 行声波罗蜜多时啊 就是啊 他的波罗智慧啊 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他就啊 常以智慧观照 照见五蕴这一空啊 他就寥寥分明啊 这五蕴啊 就是外面的境界 射受想行事啊 对这些外界是寥寥分明 他清楚到五蕴这一空啊 他了解这个境界啊 所以 你啊 不造诸恶啊 也就是你虽然修的重是重善 重善我们讲的就是食善 你修重善 不造诸恶 你心不弃执着啊 心中自然就會 是要是精上念下 那致上点 horizon 就尊敬啊 长辈尊敬师长 尊敬 父母 你能够 静上 那你念下 那你念下 在这些啊 在这些年儿的啊 幼年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社会大众 所以说 你能够静上念下自然 你在社会里面 也更会花大悲心 大慈悲心来 金序孤贫 这就是慧香 今天我们把这五分法身香的 祭定会 在这里先跟各位一起学习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堂课 再从下面的第四个嘴脱香 还有嘴脱支箭香 来跟各位继续介绍 在这里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期见 谢谢各位同学 这里 obs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那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